英国女王的一生到底是传奇还是悲剧? 那么首先肯定是传奇的 在她还是公主的时候就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时候年仅14岁的公主就已经承担起了王室的责任 首先公开演说虽然是通过广播的形式 但依旧稳定了明星 而就在1952年2月6日 她的父亲乔治六世因病不幸去世 这个时候年仅26岁的伊丽莎白二世便继承了王位 成为了英国女王 在第二年的6月2日顺利举办了加冕典礼 从此便开启了自己的传奇一生 但是女王继承的王国是一个风雨飘零的国家 因为二战之后国家的经济形势处于衰弱的处境 而英国也一直无法从战争中恢复实力 所以这个时候的英国变成了动荡不安的烫手山芋 往日的那个强盛的日不落帝国正在分崩离析 许多殖民地纷纷宣布独立 当时的民众一度认为 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已经走到了末日 但是伊丽莎白二世化危机为转机 不仅协助大英帝国顺利地度过了现代化浪潮的来袭 而且从殖民族迹遍布全球的霸权 逐渐转型为与各国平等合作的大英地协 而女王也以国协首长之资重新奠定了自身的威望 大英地协中有15个实行立宪君主制 奉英国女王为元首的国家 被称为大英地协王国 而她也成为世界上最多国家的女王 但比较可笑的是 大英地协国王的君主也就是英国女王 本身是没有实质权利的 政治决定则是由民选国会投票选举 最后由总理进行执行 简单来说就是英国女王 民意上是这些国家的元首 但是却没有实权 不参与治理这些国家 各国的治理依照各国的宪法 不过女王还是有一些执权的 比如说可以批准新政府或法案 以及任命一些官员 或者是授予荣誉 而女王作为在位时长醉酒的国王之一 也经历了现代化的媒体革命 女王在90多岁的高龄 并积极地适应时代做出改变 运用新科技让王室变得平民化 比如说她自身的加冕典礼 首次用电视进行直播 女王本人更是早早地开设了社群媒体账号 甚至比她的孙子孙女使用得都更早 王室每年与民众互动 最重要的是英王耶旦文告 也就是由女王开始影像转播 2020年的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女王第一时间便发表了电视演说 呼吁国民不要恐惧 要团结在一起 坚强地抗击疫情 并且在自己90多岁高龄的时候 积极地鼓励长者接种疫苗 虽然女王没有实权 但是需要她处理的公务 还是十分繁重的 不仅要参与慈善工作 还要协助各个国家团结稳定 并在国民选出新政府后 亲自给予正式任命等 她的一生一直在为国家的稳定与安定 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包括自己的婚姻 好难过 以后再也没有那个人站在女王身边了 这是2021年4月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孤身一人戴着口罩 在教堂缅怀过世的丈夫 菲利普亲王时 英国民众说的一句话 对于英国女王 民众们更津津乐道的 则是她和菲利普亲王73年的婚姻生活 菲利普亲王一直给人们的印象就是幽默风趣 时常语出惊人 在他99岁高龄去世的时候 还对女王念念不忘 希望儿子们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妻子 他们两人这70多年的婚姻 经历了很多的风雨 作为英国史上时常醉酒的往事伴侣 二人的婚姻生活一直是王室子孙们的楷模 但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也许他们的爱情生活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美好 提到王室 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小的时候看了童话故事 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 但是现实并不都是美好的 菲利普亲王多次被称为女王背后的男人 女王也多次公开表示 丈夫是自己的力量来源 以及自己的精神支柱 两个人相识于年少时期 年少时期的菲利普亲王 外形十分出众 特别是那双深情的眼睛 让年仅14岁的女王一眼便陷了进去 但是由于女王与菲利普亲王之间身份悬殊过大 所以当时并没有得到女王父亲的认可 但是陷入爱河的两个人 并不管世俗的约束 在两人的坚持下 谈了八年恋爱长跑之后 才迈入了婚姻的殿堂 但为了迎娶自己心爱的姑娘 菲利普亲王付出了很多 比如说 身为希腊王室 她不仅要舍弃自己的身份 以确保将来伊丽莎白二世继承女王之后 不会受到希腊王室的威胁 更是把自己原来的姓氏改成母姓 以平民身份迎娶还是公主的伊丽莎白二世 终于在1947年的时候 伊丽莎白和菲利普亲王二人 经过爱情长跑之后终于成婚 而二人的婚姻也为刚刚战后的英国 带来了很多的喜气 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众多宾客的见证下 二人共同迈进了婚姻的殿堂 因为当时二战刚刚结束不久 英国仍然处于水深火热的处境中 急于摆脱战争给他们带来的阴霾 所以王室的婚礼成为了难得的喜庆之事 就在婚后一年 他们的长子查尔斯降生之后 次年第二个孩子也顺利降生了 而菲利普亲王在海军里的视野 也越来越顺利 因在皇家海军 Hermors Chirchers服役之故 所以一家几口曾礼居马尔他 这段日子是女王为数不多的幸福时光 因为这个时候她不用处理政务 可以作为一名普通的妻子 普通的母亲照顾自己的小家庭 但是在1952年 他们的关系发生了改变 年仅25岁的伊丽莎白二世 由于父亲去世 登基成为了女王 这个时候的菲利普也刚刚才30岁 正是想全力发展自己事业的时候 但是在她迎娶伊丽莎白的时候 就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妻子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女王 感情甜蜜的他们 还是想多多享受几年 普普通通的夫妻生活 而对于菲利普亲王而言 妻子继承王位 自己就要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 不能在皇家海军里继续任职 要做女王背后的男人 而在这个年代 男性地位还是比女性地位高的 所以菲利普亲王承受了很多外界的压力 而女王虽然生为妻子 生为母亲 但是她有与生俱来的王室责任 所以二人之间角色进行了转变 但不得不说在伊丽莎白正式成为英女王之后 这个时候夫妻关系确确实实发生了改变 因为这个时候成为女王男人的菲利普亲王受到了很多的约束 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外出的时候 并不能并排站着 自己一定要待在女王的后面 并且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所以她受到了很多的嘲笑 但菲利普亲王刚开始为了妻子 一直都遵守这些规矩 一切以妻子的需求为首 但是时间长了 她的内心也充满了委屈 虽然婚后两人育有四个孩子 曾经一家六口十分幸福 是许多人眼中最美满的童话故事 但是童话故事也败给了时间 当爱情的甜蜜过去 在岁月的长河里爱意消磨殆尽 两个人之间只剩下了责任和义务 菲利普亲王开始展现自己身为男人的风流 凭借自己出众的外形 竟然拥有许多情妇 传言她还有很多的私生子 英国的八卦媒体曾经统计 菲利普亲王的情妇多达30位 私生子更是遍及世界各地 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和彭妮之间的绯闻 有英国的八卦媒体报道 菲利普亲王和彭妮在外号称是朋友 以及兄妹关系 但是二人之间的亲密举动 早已超出了正常朋友之间的关系 不仅相识相伴有20多年 而且还经常一起外出游玩 面对外界对二人关系的猜测 女王却忍气吞声 用行动为丈夫辩解 不仅和彭妮笑意满面的同乘一辆车 而且还对丈夫多般包容 当女王的亲妹妹 玛格丽特公主去世的时候 菲利普亲王却没有第一时间 陪在悲伤了女王身边 虽然那个时候 女王已经给她打电话了 但是此时菲利普亲王正在和自己的红颜知己 彭妮在外一起游玩 所以她却在第二天才回去 只是为了陪伴自己的红颜知己 这一次女王伤心极了 财下通牒要她回来 人们对于女王的婚姻都抱有不平 认为完美如女王 不应该对自己的丈夫所作所为 一直忍气吞声 其实除了女王本人对自己的丈夫 有着深厚的爱意外 也是因为女王本身的王室身份 因为她深知王室成员的一举一动 对于民众的影响力是极大的 特别是身为女王的她本人 更是影响着王室的形象 如果贸然离婚 不仅会降低王室的威严 而且对国家名誉也会有所损害 所以这几十年来 每次遇见丈夫出轨 给自己戴绿帽的行为 即使尊贵如女王 也只能选择忍耐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 在女王的内心深处都相信 威利普亲王只是花心而已 她总会回到自己的身边的 所以对于英国女王而言 她的一生既是传奇的 也是悲剧的 对此大家怎么认为呢